大家好,大家好。我們今天很高興來到大阪關西、鐵片的工廠以及他們的辦公室。 那旁邊的這一位呢就是鐵片的社長,Hajime-san。 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鐵片のグローブは主に内野種を中心に展開しますか? 鐵片のグローブは一番最初、創業当初は内野種だけで販売していたんですが、 今は外野種類、投種類もありますので、内外野、ピッチャー、ミットはないんですけど、 ミットはないんですけど、内外野、ピッチャーを中心に展開しています。 わかりました。 他們其實剛開始在創業的初期呢是以內野種為主。 那其實現在呢除了內野之外呢其實他們也有投手、也有外野。 那其實後今天來呢其實我也有下單了幾個定制的手套這樣子。 大概可能兩、三個月之後就會送到台灣。 那我也自己也是蠻期待的。 因為其實我對他們的作工跟品質真的都是蠻有信心的這樣子。 OK。 質問。 那現在呢。 現在呢。 現在呢。 畏殼現在呢。 2023年,六年。 六年以來。 就是那6年以來。 那是2023年。 六周年。 六周年。 我們限定記念Globe也會出現 今年? 7月、6月 在夏時 他們其實這個品牌的歷史大概是已經六年了 他們也預計在今年的大概七月、八月吧 大概夏天的時候 會準備來推出他們的六周年的紀念手套 那如果六周年的紀念手套有出呢 那如果想要讓我們繼續換一個禮物 所以,六周年紀念Globe有出的的數字 從中生產的數字 有出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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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做到的數字 所以,有多數字 也算是500個 那他們六周年的手套呢 其實我之前 我剛剛有大概問了一下 其實一開始呢 社長是說其實並沒有 可能沒有數量的限制這樣子 可是後來他跟我說大概預計啦 預計大概會做500個這樣子 那這個世界上就只有這500顆 鐵片六周年限定的手套這樣子 然後 クラブ以外はバットも販売しますね バットも今販売してます ただ限定なので 第一回目のバット限定は 間もなく終了になるんですけど 次は4月頃 第二回の限定バット 第二回の限定バット をやります 其實他們的木棒 我覺得在日本也是賣得不錯 因為我看到其實在關係這個地方呢 其實有幾家比較中大型的野球店家 其實除了他們的手套之外 也有在販売他們的木棒 那他的木棒呢 我剛剛有稍微跟社長 稍微聊了一下 他的木棒呢 其實是軟硬式都可以使用的 最後 台灣の皆さんに 何を言ったことがあるでしょうか 台湾の皆さん 初めまして てっぺんグローブの 初めでいいんですかね 初めて はい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台湾で初めてですね 販売させていただくこと ということでですね 日本ではてっぺん戦士という てっぺんのアイテムを 持ってくれてくださってる方のこと てっぺん戦士と言ってるんですけど このてっぺん戦士を台湾でもですね 数多く 生み出していきたいなと思っております てっぺんグローブ まだまだ未熟ではありますけど 発展途上のメーカーですので 今 私はてっぺん戦士 てっぺん戦士第一号ですね 第一号 なので 本当に 皆さんと 台湾の皆さんと 共に成長して 共闘していきたいなと 共に戦って 共にてっぺんを目指していきたいなと思っております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基本上 はじめさん 他的想法 基本上 在日本 拿他們家てっぺん手套 他都是 称為 他們叫做てっぺん戦士 実際 之前 我在他們的IG上面有看到 我覺得還滿有趣的 他也希望 除了日本之外 台湾 拿他們家てっぺん手套的人 可以越來越多 那 我這次 也特別拖時間來 來這邊 不只是拍影片 我也有下單的手套 那 我自己是挑選了幾個 我覺得 可能台灣人 大家會比較喜歡的型號 包含了內野外野 那也期待 大概兩三個月之後的成品 那我會再帶回去給台灣 那 他也希望說 はじめさん 他也希望說 在台灣能夠 有更多更多人能認識てっぺん這個品牌 那有更多更多人能使用他們家的手套 那我今天也來確認過他們家的工廠內部的環境 我覺得其實是非常的不錯 那 他們手套的品質 那 其實我在來日本之前 我就實際有待過 我覺得也是非常的棒 所以我今天才會特別播時間過來 這樣子 はい お忙しい中 時間をいただきます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謝謝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謝謝 拜拜 謝謝 拜拜 嗨 舊友們 如果有其他想看的主題 也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那如果你喜歡阿豆的影片 也請你幫阿豆點讚分享跟訂閱阿豆的頻道 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See you next time 下次見囉 拜拜